我们知道玄学是一门比较高深的学问,想要把学得得清楚明白,那必须具有很高深的本领。 现代社会一说到玄学,大家可能都不以为人,以一种嘲笑的态度对待。 但说到袁天刚,你又不得不佩服这门学问。 袁天刚是第一代学习玄学的人,在玄学派别的创立中,起到了重大作用。 他能够很好的掌握玄学内在奥秘。 在那个时代,大家把他尊奉为大师级人物。 袁天刚最著名的预言,便是关于武则天的。 他在武则天还是孩童时期,便预料到之后,他将会成为一代女皇。 从中可见袁天刚有助自己独特的智慧,可以做到慧眼识人。 还有一件事也让大家对袁天刚称赞不已。 唐朝里家共有五兄弟,前四个儿子都相继续逝。 李母非常伤心,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他已经经历了四次,失去儿子的痛苦。 只剩下了唯一的小儿子,心里十分担心。 李母想尽一切办法,要保住唯一的儿子。 当时听说袁天刚有独特的本领。 李母找到袁天刚大师,让他为自己的小儿子好好瞧瞧。 袁天刚来到李府,仔细观察了李母小儿子的面相。 告诉他李乔的身体,并没有大碍。 李母放下心来。 但是袁天刚的另一句话,又让李母伤心欲绝。 袁天刚说李乔活不到三十岁。 李母赶紧请求袁天刚救救自己的小儿子,告诉他自己现在只有唯一的儿子了。 袁天刚答应了请求,让李乔和他睡一晚,来进一步了解他的身体情况,以便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。 在夜间通过睡觉,袁天刚发现,李乔和别人有很大的不同。 他用的是耳朵呼气。 正常的人都是用鼻子进行呼吸。 第二天袁天刚,告诉李乔及李母。 如果按我的方法执行下去,就可以让您的儿子长寿。 并且日后还能够做大官。 李乔之后一直把袁天刚的话语放在心上,回观期间保持清平。 努力为百姓做好事。 别人会露他。 他都会言辞拒绝。 李乔也正如袁天刚所预料的那样。 担任了唐朝的宰相。 并且最终活到了七十岁。